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中国海上基建的最强广告 现如今我们的造岛战场已经转移到了国外 近日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承包 中郊先进航道局 中郊第四航路工程局身建的沙特阿拉伯基旦经济成人工岛工程主体完工 设作人工岛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 施工过程中引入了我国国内先进的栅栏板柱道工艺 采用吹田造路的高效施工方案 在约定期限前提前完成主体施工 充分展示了我国雄厚的造岛实力 填海道岛众所周知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石油大国 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历史时期 该国目前正在实施一系列的经济城开发战略 而沙特也处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位置 中国的雄厚基建功力也将为沙特提供更高效优质的服务 同时整个世界也将会看到究竟是谁给中东地区带来了战火 又是谁带来了生机与繁荣 中国造岛功力的炼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亚洲排名第一排水量达1.7万吨的天津号挖泥船 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造岛利器 自2011年投入运营以来 在很多造岛工程中都有它的身影 它的一举一动 甚至经常被外国卫星关照 因为它的能力很强 在哪个地方待战几个月地图就得改写了 自航小西式挖泥船施工效果图 但是大家并不太了解的是在2017年以前 我国也仅有这么一艘大型自航小西式挖泥船 其他的小西式挖泥船都不具备自航能力 工作效率要比天津号低不少 熟悉船舶运营的朋友都知道 天津号再强也只有一艘 它也需要定期维护保养 这对于我国庞大的海上基建施工需求来说 仍然是不够的 这一情况直到近半年前才得以改善 一艘比天津号能力更强的自航小西式挖泥船下水了 它就是天津号 天津号随着天津号的下水 天津号这个亚洲第一的头衔就该让行了 天津号在体量上与天津号大体相当 但是施工实力却远远超过了前辈天津号 天津号装机总功率达到了25843千瓦 船手配置大型角道 不论是黏土还是坚硬的岩石在这巨角道面前 都会被摧呼拉朽的碾碎吸走 最值得强调的是天津号配置了世界功率最高的尼泵 每小时可挖泥6千立方米 有鉴于大功率填海装备的战略影响 我们已经立法禁止相关高等级填海装备的出口 一方面保障了战略安全与利益 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中国公司填海施工产品走出国门 artς海施工产品般 咱们对原本有个预 fin 我行纡杷 Vay